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个order怎么看 看谁 对 最高次方的微分 看你微了几次就是几个order 什么叫linear 对 就是在他这个前面 记住他这边重要的y只有三个 一个他的两次方微分 一个他的一次方微分 另外一个是一个他的一次方 你不要跑出一个平方出来 对不对 平方那就那又不一样 那除此之外 前面的这些系数像跟旁边的系数像 都只跟x有关系 那么这个时候就叫做linear OK 所以假设我弄一题让大家选 大家会不会选得出来 会不会 假设我弄个选择题你们会不会选 有点困难 但我现在已经告诉你秘诀了 对不对 你是不是要把它记起来 OK 好 他是不是homogeneous 要depends on这个 对不对 这个不等于零的时候 它是什么 non-homogeneous 等于零呢 homogeneous 所以它可能是non-homogeneous 或者是homogeneous OK 不一定的 好 那我们有了这几个 我想请问大家一下 假设呢 这个样子的状态下面 我们要怎么解 最简单的 假设是常数 我们要怎么解 就假设 对不对 try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可以try 为什么我们可以try 为什么试出来答案你这么有信心 就是对的 带回去验算 但那可能有很多个答案 你只是踹出其中一个而已 不是吗 OK 你们都忘掉一个重要的定理 只要它是什么 nine homogeneous 它一定只有一个解 OK 那当然你说 这边会不会大大小小不易 它一个解的意思就是说 两解未分一定是两个解 然后线性组合之后 会得到个完整的unique的solution 那这个是我们才有信心说 我怎么try都可以 反正最后try出来的答案 凑出来的答案就是对的 你不可能有第二个答案 假设要不然的话 我怎么有这么有信心呢 说我可以做这件事情 OK 所以呢 这件事情也是告诉大家 尤其今天这样复习起来 告诉大家 以前高中读书的方式已经过去了 你不要再学高中那套 那套对你未来一点帮助都没有 OK 不要以为你就记公式 计算法 把它解出来 就叫做对 OK 你这么有把握吗 不对的 OK 你要了解的是这个过程 你的公式记不了多久 OK 你要了解他怎么思维 你要question 这件事情 以前我就找工作的时候 有一次呢 那个经理问我一个问题 假设今天你做的实验 你这个工厂 怎么生产都不对 你会怀疑什么 你怎么做都做出来 本来都做得出来 你现在做都做不出来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有没有学校 有没有教你这招 没有 所以你头脑一定要够灵活 OK 所以呢 当你要写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为什么可以try 因为我们有一个 Ninia Homogenia 它只有unique solution 有这个定理在 OK 有一个定理在 所以我们才可以try try出来的答案 就一定对就对了 那这样不是很棒吗 对不对 OK 这就好像呢 你去布鲁勒谷玩 你们有没有去玩过 没有啊 OK 我都带我小孩子去玩 它上面有很多 那个流的滑道 对不对 每一个地方 大概有三个滑道 这个三个滑道 不管它是怎么流 最后都到同一个pool里面去 它这个就是类似这个意思 不管你怎么走 除非你从旁边跳下去 那当然例外了 对不对 你上了滑道 最后都进到同一个pool里面去 它就告诉你 这种状况 它会有一个unique solution 所以我们就可以try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真正基本的办法 好 那现在开始呢 我们就先从一阶开始复习 我们一阶呢 很简单 就是一个一次方 再加上一个y 等于一个qx OK 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 忘掉了 反正这只是个表示 重点是 它是first order 它是linear 所谓linear 意思一样 就是上面除了y跟yprong之外 前面的系数跟右边的这个部分 通通都是有x的函数 你可以x的平方 sine x exponential x 什么x都可以 但是不可以有y OK 那我们怎么解 我们第一周碰到一个equation 我们怎么解 对 我们就先把它分开来 对不对 永远不要忘了 物理系最喜欢把东西给拆了 对不对 先把它拆了再说 假设 你可以弄成一个等号 右边呢 function of x only 左边呢 function of y only 假设你可以这个样子 常常呢 这边是一个什么y 然后呢 这边个dy 这边个什么x 这边呢 dx OK 这个只是写什么的y而已 OK 那假设是 你可以很成功的这样把它分离出来 那你能做的方式 紧接着就把它给 积分下去就是了嘛 你只要呢 全部积分 假设你积分的时候不想考虑系数 那你就先在后面加个系数 假设你喜欢积分之后 自动把系数加上去 那你这边就不用加系数 这个只是把这两边自动出现的系数把它整合在这边而已 了解吗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得到你的解答 OK 那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叫做什么 y of x 等于什么东西的解答 对不对 这第一招 好 第二个假设它不能分怎么办 初步不能分你怎么办 你就想办法让它变成可以分 是不是 我们想办法让它可以分 另外呢 想办法 转变成 可以分离 这我ode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你各样的变数变换方法都要出来了 看看怎么样带来带去带来带去 最后抽到一个东西 它可以分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再用分离的方式 分离变数的方式 求解 对不对 OK 所以呢 我把这个整合一下 OK 有个Win方程 有个OD 第一件事情 先问一个 变数分离吗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这个画得实在有够丑了 灵形也要画漂亮一点 YES的话 那就直接分离 直接积分 对不对 你就得到你的答案了 假设不 假设不 No 那我们要怎么办 假设不的话 我们就要用变数变换法 我们就要用变数变换法 或者是其他办法 不管你怎么样 最后看看 可不可以分离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再把它分离 假设yes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分离 直接求 直接积分 求完之后 再把变数变换了 带回原变数 最后呢 就得到你的解了 对不对 我们不管一接 还是二接 基本上 我们都follow同样的结构 一接很容易解 两三下就解完了 对不对 那变数变化呢 有些时候呢 你就要用 把它变成y分之一的 来当做变数 对不对 这些方式 好 假设不行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 No呢 你发觉这个不太好做 那我们再用另外一个判断 就是说 到底这个ODE 是不是exact呢 是不是exact exact我不晓得中文叫做什么 叫做什么 正者 还是什么 管他 反正就叫exact就对了 OK 假设可以 我们就遵循 exact ODE的解法 这些都已经教过大家了 然后呢 我们呢 就得到我们的solution 假设他不是怎么办 不是怎么办 我们就想办法 让他成上一个什么东西 让他变成exact 对不对 乘上某函数 乘完之后 我们看看 他是不是exact 假设4 那我们就可以遵循怎么样 exact ODE的解法 最后呢 算得他的解 对不对 那假设不是怎么办 那假设不是怎么办 no呢 这是麻烦 好多种可能性 其中一种可能性就是什么 测试他是不是用serious solution 可以 对不对 可不可以 可以的话 就serious 指所有系数 得到他的解 假设不是呢 我们只知道 事情越来越大条而已 对不对 好 我们有没有讲到不是 之后怎么办 没有讲 所以其实我们这次 最重要是这样子 那旁之上面 还有什么重要的呢 有 有几个很重要 我们有几种equation 对不对 还有一个是什么 这样子是不是 这个equation 这个只是一般 长细数的 二阶线性 其次 微分方程 对不对 认为 二阶线性 鲜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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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性 第一阶线性 这个呢 叫做什么 书的鲜线性 记不记得 这也是second order 这完全一样 但是它不是constant coefficient 因为前面是x跟y 跟x的平方 x本身是变数 所以我们给他讲 Uler Kalchi equation 对不对 在这里面 他们都会共同 面对同样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它可能有怎么样 discrete distinct 可以分别的 to real solution real roots OK 第二个 它有什么 double root a double root 第三个 什么东西 to complex conjugate roots 所以说 假设 你是1 2 1的状态 或者是2的状态 depends on 1的状态 假设有两个root 那就代表你会有y1 y2 那么你的解呢 很简单 就这两个人的线性 线性组合就好了 下面呢 也是一样 对不对 还有呢 double root的呢 这个只有一个y1 两个都是这样子 那这个怎么办 这个呢 它告诉你说 假设是第一个coefficient 它有点c1 y1之外 第二个c2乘上y2之外 前面乘上一个x 对不对 假设是第二个euler coefficient呢 它是什么 前面乘上一个logx 后面呢 就通通都一样 要嘛 你就是c1 y1 c2 y2 或者是 把它写成cosine cosine什么东西 再加上b sine什么东西 这两个 都一样 对不对 但这两个 还有个地方 不太一样 就是上面这个呢 我们一开始知道 它只有一个解 所以可以随便假设 我们假设 它的最简单的方法 是try try什么 y等于exponential lambda x 你就得到 lambda的一个特征函数 那特征函数解出来 所以这边的解 就是指lambda而已 那要是下面呢 你要try什么东西 x的m次方 m是什么 不知道 带进去看看 你就会得到m的特征函数解 那这两个呢 分别有这三种独立的状况 对不对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把它怎么样 解决掉嘛 听起来很简单 对不对 好 非常的简单 然后再来呢 假设它不是骑士 你怎么办 它不是homo genius 你要怎么办呢 if I 不等于零的时候 你怎么办 最简单的 假设它的形式很简单 我们就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什么ru 那个叫什么ru 我都忘了 那个叫什么ru 课本翻一下 那个ru叫什么名称 你不知道我在问什么了 来 你帮我翻一下 帮我翻一下 那个ru叫什么名称 大家要记住一下 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看看 Rx是什么形式啊 然后你去猜它 对不对 Rx要是 等于说这边是Rx 这边是possible form Rx要是x的n四方呢 你要怎么猜测 要是exponential呢 你要怎么猜测 要是logx的时候 要怎么猜测 要是cosx的时候 怎么猜测 要是sinex的时候 怎么猜测 那个叫什么ru啊 什么叫method 我看看 对 Method of undetermined coefficients 对不对 我们就用method of undetermined coefficiencies 对不对 这应该是什么 各位回家瞧瞧 看一看 那你就可以 把一个非其次项 最后呢 y就会等于 y的homogeneous part 再讲y的particular part homogeneous part 就是当它等于0的时候的解 所以有c1y1加c2y2 particular solution呢 就有左边这个method of undetermined coefficient 来判断它 基本上到此大概就结束了 顶多只有一个Ronsky 什么是Ronsky 它是来 作用是干嘛 来判断 你求出来这个解 是不是独立的 假设这两个不是独立的 还得了 那就是自己啊 只是乘上一个常数而已 那哪有什么意义 对不对 所以Ronsky就可以帮我们判断 它是否是独立的 那为什么Ronsky可以做这件事情 why 回家好好看看课本里面怎么证明 OK 假设你已经写完 那习题已经忘掉了 那赶快看一看 或者那个习题是用操的 赶快看看 好 那最后面呢 我们说解到这个地方 假设不行 我们用Serial Solution Serial Solution怎么解 也就是说 我这边怎么try 我都try不出来 我怎么办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任何一个函数 都可以对它做tetal展开始 任何一个函数 f of x 都可以对它做tetal展开始 假设你对x0这一点 就可以写成这样 它就会形成一个密集数 假如说我x0就是0 那你得到的就是f0 它就变成一个power series power series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假设它的结 就是某一种power series 成上某一个位置的长处 我再把长处决定了 就决定了 这个就是power series的principle 对不对 只是说我们一看 刚开始看到这个还得了 因为这个相当无穷多个 好像很难 但事实上并不难 因为真正下去解了之后 你很快的就发觉 在Legender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跟Base of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它们都不是无穷多个解 可以分成基数项 跟偶次项 很棒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所以让大家了解 它大概特性事件 明镜子